日前,五名新加坡医生联署公开信,以美国一名13岁男生接种疫苗之后三天心脏衰竭死亡为例,呼吁政府暂停为青少年男子接种疫苗。 公开信指出,既然美国疾控中心正在对13岁少年死亡一事做调查,那么新加坡是否可以给这些机构一些时间,让他们给出更详实的数据。 公开信也说,新加坡的青少年接种计划覆盖面很广,有至少20万名青少年男子,也有不少父母对使用mRNA信使疫苗存在疑虑。 在这个公开信后,2000多人发起联署呼吁暂停30岁以下人口接种,尤其是12岁至15岁年龄组。 新加坡官方作业对此作出回复,冠病疫苗专家团发文告称,在本月11日发表的声明中已指出,接种第二剂mRNA信使疫苗后出现心肌炎或心包炎的概率很小,相关数据至今没有改变,因此专家团维持原来的评估。 关注我们,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都在新加坡眼。